6月30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香港国安法 位于香港鲤鱼门的迎龙咖啡茶座老板李凯虎表示 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感动,说自己终于等到了这一天 2019年6月30日,在参加一场撑警活动后 由于带回一幅撑警标语并挂在店里 李凯虎遭受了许多激进示威者在网上的恶意攻击和举报 茶餐厅生意曾一度陷入低迷 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自己撑警的原则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到茶餐厅内消费,表达对他的支持 很多顾客都会对他竖起大拇指,说一些鼓励的话 其中步伐来自内地的游客,专门前来支持他的小店 这让他觉得在撑警的事情上,自己并不孤单 由我自己都看回顾一年前的相片 那个墙上什么都没有了 现在是几乎要贴到上天花板的 又感觉孤单到不孤单的 那我很希望有生之年可以去到北京 和市民见面,答谢,告诉他们听 亲亲多谢他们,这么远的地方都能够支持我了 从一人茶餐厅变成14亿人茶餐厅 于凯胡坚信,香港国安法的到来 定会让香港跟自己的茶餐厅一样变得越来越好 恢复繁荣与稳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